實在考細菌的內包子 到底什麼是內包子呢 我們大概描述一下 如果有一隻細菌 這是他的細胞壁 裡面這個比較原則是他的細胞膜 中原則是他的遺傳物質 丸狀DNA 好這是一隻丸子的細菌 如果這隻細菌度過了 惡劣的環境的時候呢 他的裡面的水分會脫掉 也就是說細菌會變小小隻 細胞水脫掉了 然後外面形成很厚的壁 把它包起來 這時候他外面的細胞壁有可能會破裂 就是細胞的壁破裂 因為裡面只是細胞膜 外面包著壁 然後讓自己形成這個構造 這個構造叫內包子 而內包子是一個 度過惡劣環境時所產生的構造 一旦環境變好了 比如說這壞環境打散 環境變好了 他就開始吸水 就開始萌發長大 形成正常有環狀DNA 然後外面細胞質的 然後外面再形成新的細胞壁 好這時候呢 他就萌發成一隻又是獨立完整 可以具有生命現象的細菌 所以內包子的功能是來度過 惡劣環境的 他並不是拿來繁殖的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提這個重點呢 因為一般我們講到的包子 不論是植物的包子 大包子小包子或產生包子 或是真菌的包子 都是拿來繁殖用的 也就是包子會產生新的個體 你們看到這個 一個包子體產生好多個包子 每個包子就萌發形成配置體 一個包子體 基由包子繁殖出多個配置體 數量增加這才叫生殖 可是內包子不是 內包子不是生殖用的 他只是度過惡劣環境 你看整個過程 一隻細菌變一個內包子 一個內包子蒙發成一隻細菌 並沒有產生細菌數量變多的情形 所以內包子是非繁殖構造 好我們來看選項 選項 細菌經有絲分裂成的內包子嗎 所以這個需要錯哪裡呢 第一個細菌不會有絲分裂 細菌的叫五絲分裂 或叫做二分裂 他呢 染色體在分裂前不會濃縮成棒棒狀 所以是沒有絲狀結構出現的 第一個 第二個呢 有絲分裂或是細胞分裂 會形成兩個細胞 那是繁殖 內包子沒有細胞變多 所以內包子跟分裂沒有關係 所以A錯兩個 細菌不會有絲分裂 而內包子跟細胞的分裂沒有關係 好B選項 一個內包子活化後 會形成一隻細菌 叮咚叮咚 沒錯 一個內包子蒙發成一隻細菌 他不是繁殖的過程 是度過惡劣環境的構造 B是對的 好 實選項 在資源充足的懷孕之下 是不是以內包子來大量繁殖呢 看到繁殖兩個字就知道不對了 內包子不是拿來繁殖的 好 最後一個主選項 內包子的成分 主要是他的細胞壁成分太巨糖嗎 內包子形成的時候 細胞壁已經破掉了 所以內包子的成分不包含細胞壁太巨糖 而是細胞膜 細胞膜加濃縮的細胞脂 外面有個很厚的壁把它包起來 細胞壁會消失掉 那等到你萌發之後 細胞壁才重新產生 好 所以這題的豬也錯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我剛好是教師板有詳解 他有句話說 內包子為細菌抵抗惡劣環境的後壁構造 其實這句話會造成一些誤解 內包子是含著黑後壁構造的那個構造 還是內包子本身就是那個後壁構造 你看這句話會有語併哦 內包子是什麼時候的後壁構造 有人看到這句話以為 所以就那個牆壁叫內包子 那個牆壁所包的內容不是內包子 當然不是 所以這句話會造成誤解的 應該是什麼說 內包子是當細菌遇到惡劣環境時 形成了一個過渡性構造 而這個構造具有很厚的壁 它是具有壁 但是壁裡面的物質 細胞質也是它內包子的一部分啊 不然你看內包子等於後壁構造 就只有指它的牆壁嗎 是不行的 所以這個這樣子這句話會有語併 好 以上是單選題第10題 詞主題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來抖 我們可以用來點